红终出口 宝极高益 这个信中的根本担当 所以当你能够在一切法中 一切明相当下都能体会决心的作用 你自然对你现前的所有一切起心动力 你不再怀疑 那一切烦恼现前处你就会分别 这个烦恼是什么心 什么心固令我如是烦恼 我若是还是随顺此心 我将来又会躲在什么样的烦恼境界中 你都会分析 当你会分析时 我先跟你保证烦恼已经少了一半 你不必断烦恼 你知道吗 你不明白烦恼 你就被烦恼迁流了 你能明白烦恼 明白心性时 根本不必断烦恼 你要是真有烦恼可断 那就要头上安头 那就是流转 你明白是一切心性时 你根本就不会在烦恼上面 所以他不但不会躲在烦恼上面 而且他还能够起成大担当 自心所起的过去的烦恼的障碍现前 他都还能明白他的变化 因为他能够明白他的变化故 所以他才能够为一切同样业力的众生讲尽处理烦恼法 你要不知道你怎么能讲法 你自心都不流露过你怎么讲法 上次还讲到自他交换 你自心还要觉他 还要知道他有多少痛苦 你心中如同感同身受 连他的痛苦你都能感同身受 你自心中的起着烦恼 你怎么会不清不楚 所以那个是大觉心体的作用 所以能够如是吃的人 自然而然在世间上 他就能够找到根本断烦恼的必进法门 所以那个根本断烦恼的必进法门 它是真正就是大圣佛法中讲的 你当下就在烦恼上看到你的心性的作用 叫烦恼即菩提 你知道烦恼即菩提时 烦恼他不过就是什么 就是古德说的假名而已 不过就是名字而已 你看到那些像你都能够清楚他的过程 他在你面前不过就剩名字而已 一切不管他强 他弱 他不管他里面的境界如何翻腾 那些都变成只是名字 就只是名字 过去你讲到翻腾 强 你就好像真正心中就随他牵流流转 随他牵引 将来你讲说烦恼势力强 这个强在你心中不过都是名字而已 你说人真的有这种智慧吗 你天天在用啊 你的心本来就不变 所以他才能够横电脑 才能够感觉到生命的盎然 镜子他因为他本来就不随色流转 所以他才能够呈现一些色的变化 当他能呈现色的变化时 色的像状感受再强烈 对静体来说不过假名儿 都是一个名相而已 所以这样的人 他从此以后才能真正知道佛法在何处 所以过去我们常常 当然大部分人都会说 我们将来要学佛的人 要将佛法融入在生活中 对吧 常常听到有人这样讲 讲这句话的跟早上我讲的 那个九教合一同样无聊 行者言下直下担当 什么还把佛法融入在生活中 佛法这个佛字就是你根本心性 你不知道根本心性焉能之身 你连身都不知道何必还何况还能说活 就是见到心才能够知道生活的 就是看到这个绝顶 你才知道你在怎么生活的 你能明白这句话时 你会念念之间谨慎 念念之间不断就会回光 这个人才知道没有一刻 没有一念 没有一个插螺 离开心体 没有一个插螺 离开如是大觉心法 就叫做佛法 它不是像一般的世间语言 我们要把佛法融入在生活 听起来是好心 还在绞绕 都在绞绕 所以那不是行者的声音 行者要言下 直下担当 和还有融入 那就是二 还有融入 你就执着现在的生活是真 有执着现前的所有一切 表现你还以为是真的是实有 为什么你会认为是实有 因为你不知道它是心性所成故 所以你抓的是实有 当你抓它是实有时 你又感觉你又抓不到东西 因为心在实有之中 它会不断的变化 看不及法 集合世界 集合世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